各位同学好 我们接下来复习范例7 这也是一个连结体 跟上一体一样 连结体加速度大小都是一样的 那么今天有三个质量分别为 2 3 1公斤的物体ABC 受到了两个力 一个推在A一个推在C 那看起来 A这边受到的力比较大 C这边受到的力比较小 那相加减之后 合力应该向右 我们第一小题呢 先看整体 整体就是A和B和C 三个一体 看整体的话 合力会造成加速度 那因为连结体A的大小 加速度的大小都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 就直接把他们的加速度叫做A 那这时候我们把三者的质量一起考虑进来 看整体 看整体 看整体的话 则是2公斤加3公斤加1公斤 去乘上A 而它的合力则是 向右的10 向左的4 结果是6 6等于6A 所以整体加速度就是1 整体加速度是1 整体加速度是1 也等于个别的加速度 所以 如果你想要看 你想要知道B 物体的合力 那么你就可以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真的去看看B物体受到哪些力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 透过B物体质量去乘上加速度 那B物体质量是3 加速度现在是1 所以结果就是3牛顿 好 这就是第一小题 那第二小题呢 BC之间的作用力是多少 BC之间有作用力 那是多少呢 C对B有一个力 然后 同时 这里应该写C对B 那就写B 同时呢 B对C也有一个力 那我们可以看C 看C 那么C的合力也一样 会造成加速度 这时候的加速度也一样是1 因为三者 三个物体的加速度都是1 而C物体质量是1 所以C的合力其实是3 其实是1 可是呢 这个合力啊 其实是有两个力去合成的 因为C物体它是有 向左的4牛顿 向左的4牛顿 以及向右的B对C的力 这B对C的力是我们要求的答案 那结果合力才是造成加速度 所以这两个力要相加减合成 那合成的结果是向右的1 向右的1 这是由质量乘上加速度来的 这是由质量乘上加速度来的 所以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答案就可以写成B对C的力去减掉4 结果应该要等于1 所以FC B对C的力就是5 牛顿 那么题目可能还会再问 比如说第三题 求B 求A B之间的作用力 那这样的话 同学能不能举一反三呢 那我跟各位分享提示 提示就是 你可以看A 看A 那跟看C有点类似 不过你这一次是要算A的合力 那A的合力 可以由10牛顿的这个力 以及由 B对A的力 来合成 提示到这边 自己算看看吧 对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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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A